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才不会喜欢恐龙啊 是吗 那我看你的礼物是什么 好啊 我素派的是所有女生都会喜欢的东西 什么 给我看啊 我想要 给我 给我 不行 这是给珍妮的生育礼物 但是道格 珍妮她没有我那么喜欢甲虫 我觉得她一定比较喜欢我的甲虫 确定吗 确定 我们干脆去问珍妮她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好啊 我就先给她看 黑道格 等等我 等一下啦 我要过了各位 请靠边一下 我要经过了 今天好忙哦 有好多信要是哦 怎么快一点啊 前面的 我在赶时间啊 那是你的问题 什么 你不能开快点吗 啊 压好灯了 都不算可以加速了 总算可以加速了 前面它也就稍微走 哦 故事 呃 刚刚真的好险啊 待会儿见了 玻璃 胡波 他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 别挡我了 别挡我了 这你的家就在对面了 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了 灯好绿灯啊 你根本是害怕我跑得比你快 你乱说 我明明比你前面 对 但是我马上就超过你了 是吗 好啊 那就来比我们谁比较快 好 我绝对不会输你的 那个小妖 老是害我进度落后 他在那儿 这次他凶想妨碍我 情况看起来很危险 日落 冲啊 哈 哇 哇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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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 土波 你应该要减速的 你们两个没事吧 没事 凯文 道格 你们两个不应该奔跑过马路 就算绿灯也不行 但是我以为绿灯就能放心过马路 我也是 绿灯过马路 但是绿灯并不代表马路是绝对安全的 有时候车子会没注意到灯号已经换了 导致来不及大车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安全过马路呢 我们会飞就放选多了 可惜你不会 只要记得三个步骤 就可以轻松又安全地过马路咯 三个步骤 第一步 踏上斑马线之前先停下来 等待交通号制变成绿灯 就算变成绿灯 也要记得先看两边来车 第二步 确认来车都停好后再过马路 注意看车上的驾驶 确认过马路的时候 车子不会突然冲出来 第三步 过马路时眼睛不要离开车子 慢慢行走 这样才可以确认来车 是否都有看到你哦 好 很简单对吧 两位 记住咯 过马路不要赶时间 能够安全通过才是最重要的 懂吗 懂了 玻璃 生日快乐 珍妮 谢了两位 珍妮 我有礼物要送你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的恐龙比较好对吗 我深深的假装比较好对不对 你们两个平手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都不喜欢